Maze的吐槽 让体力劳动者的尊严感 体面感如何得到保障 再次感现在人们面前 温习松 图片来自网络近日 社交网络生意的Maze 吐槽 网络男友的聊天记录节图引发网友用意 通对话可以了解 Maze与网络男友同在上海生活 他自己月薪四千元 男友月薪一万五千元 他认为男友是个送外卖的 没有学历 而两人在上海生活成本较大 光租房子一个月要花五千多 他感觉看不到未来 从网友的反应 大概可以归纳Maze的三宗罪 首先 三挂不正 我认为男友送外卖的身份给他丢人 我爸妈问我男朋友是做什么的 我都不敢说 其次 又公主病 做 男友一再退让 又买礼物 吃大餐 赶钱做小买卖 等理由 试图来抚慰女友 而他既毫不为所动 也不体谅男友 我认为男友是玄气自己花销的 再次 严于律人 宽于代己 男友热心明明有他的三倍之多 不反思自己 也看不到他对未来有任何努力 因为把生活的压力推给男生 突变来自网络情侣的感情 以及相处模式 是比较私密的话题 再加上相关新闻背景的缺失 对于第二 三条 万人并不大好智慧 只要爱卖小哥不解怀 大概属于一个月打一个月矮 但是对于男友送爱卖的身份的歧视 大概无论是处于私欲还是公欲 都值得说道说道 虽然文众看不到卖子 但相关信息 但是按照他的态度 推出于小时 我们大概可以推断 他受过大学教育 据公开数据 2017年上海职工平均工资 为85,582元 月平均工资为7,132元 妹子4000元的月薪 可以推断 其单位 学校以及专业竞争力并不太高 即使是所谓的白领 在单位的层级序列中 可能也只是一般的工作人员 但是 月薪只有男友的三分之一 并没有让妹子自残幸会 相反 他有可能读过大学 白领的身份 让他和自己的父母 都能高看自己一眼 而外卖小哥月薪高 也也踏实 肯干 女友对未来没有安全感 他就积极想办法 攒钱 离开上海 做生意 既想给女孩未来的生活保障 也想给他体面感 但是 没学历 送外卖的标签 在女友和现实面前 足以抵消他所有的努力 仅从聊天记录来看 女友对他的回馈 实在是温暖不足 冷漠有余 好在 我们能从网友的反应中 收获一二倍剑 赶紧分 这个外卖小哥前途大大的 这样的留言比比皆是 可以说 这件网友的三观是相当正了 诚然 只要自食其力 任何岗位 任何职业都值得人们尊重 外卖小哥具有竞争力的月薪一万五千元 不仅有正向的经济意义 也足以证明 社会对其的努力和劳动价值 也是非常认可的 但是社会的肯定和网友的善意之外 不少人也确实尚存在对体力劳动者的歧视 在这场网友吐槽的景观之下 如何从根本上进一步保障 体力劳动者的尊严感和体面感 更值得引起我们的思考和警醒 除此之外 妹子这种把对未来的希望 全寄托 在男友身上的婚恋欢 在一些女性身上 并不少见 电影《喜剧之王》截图不少影视剧作品 也体现了这种主戏 《喜剧之王》里 《六飘飘万眼天球》 《不上班你养我吗》 成为一幕经典 和东西后里 从现在开始 你只许疼我一个人 要宠我 不能骗我 答应我的每一件事都要做到 的经典台词 也被不少小女生奉为情侣相处的规念 但是 电影《喜剧的童话故事》 在现实面前 往往不堪一击 有人能咬你 把你当公主 自然是一周幸福 但是 相对独立 一起努力成长 你有你的同志铁干 我有我红硕的花朵 的感情模式 更符合现代人的计计 再退一步说 即使有人愿意养你 也该是用感情上的付出换来的 任何时候 当女性把娇称和示弱 作为一种换取生活的资本 无法获得别人的尊重 也是一种必然 七松媒体员编辑 陈静教队 王欣 王欣